那么我今天要先强调一点 小弟今天不是以国会下院副议长的身份来发言 因为做国会的议长 我是绝对中立 绝对专业 没有偏袒朝野 英律平等对待 小弟今天来 是以火箭的领袖的身份来 所以我可以对国阵 敢敢 所以我们会分 公事公 私事私 公事分明 所以我来 也没有驾关车 我自己的车 自己打油 自己给揍 来见大家 我们的强调 这就是新政府 跟旧政府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各位兄弟姐妹 离开投票只剩最后几天 我听说首相明晚要来 所以呢 有些人说 马来的去这样那样 各位 想想看 一个94岁的老人家 今天还站在最前线 为了民主 为了国家 他其实可以在家里 行一弄身 他可以在家里 想轻浮 对吗 根本没有需要 每天早上七点就到office 我跟有约他见面 十二点 我十一点就到 你知道首相几点到吗 他早上八点已经到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准时 有几率 非常有毅力的领导人 他虽然老 但是老意不利 自在千里 所以 当然 马来的也不是完美的 我们也没有 从来没有讲 他是完美的 但是你跟纳吉比起来 我敢讲的至少好一百倍 对不对 你把纳吉 哈拉半 行动党是在哈拉半里面 当然有些华人说 哎呀 土著团结党 有点像巫团 但是大家的话讲回来 如果没有土团党 我们上去年能够改朝换代吗 可能又是差那一点点 连希望都看不到 对不对 现在至少你看到希望了 你感受到马来西亚 有希望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 我们能够做 所以 今天晚上 希望 四毛月的同胞们 各位兄弟姐妹 我不需要苦口婆心 与众心肠 这个国家是我们 让我们 共同重建马来西亚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 这一次四毛月的选举 有很多特点 我冷眼盘观了两个礼拜 现在感觉到 四毛月的人民 肩负着首位国家民主的神圣使命 经过六十年的努力 经过无数人牺牲付出 我们终于推翻了国家的盗贼统治 才刚刚九个月而已 就有人说 哎呦你们做政府啊 这个母种的那个还没做 大哥我问你了 今天你结婚明天生仔啊 你今天结婚东房都是九个月妥妥的嘛 你结婚也要怀孕九个月才能生孩子嘛 今天孩子生下来明天会跑啊 这Superman这样 体股窗外面会飞啊 也要时间给他喝奶慢慢长大嘛 对吗 更何况我们接手这六十 接手过这个六十年的这个烂摊子 国债啊 一兆定期等我们慢慢去还 还有无数的这个丑闻等我们慢慢去收拾 多少收招屎都给你收拾 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申请国家是收拾屎的嘛 整天都在这里收拾他们 各种楼带的收招屎 一狗被一狗大狗啊 还大狗过大狗面啊 所以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做了九个月 你说没有做事情嘛 也不对哦 那我随便举起一个例子 我们承诺 要给华教制度化拨款 我们讲到 我们做到了 现在华文图中已经史无前例 第史上第一次 华文图中列入国家发展开销 一年一千两百万 每间图中 多八千 做到了没有 做到了对不对 我们答应 要拨款建新华小 经过内阁三讨 包括敦马甸也同意 一年拨两千万来建新华小 我的选区都拿到一百五十万 不是建旧的学校啊 建新的华小 国阵时代 要建新华小还难过建万里长城 现在我们建华小就好像家常便放一样 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建 不够钱 西门政府做你的后台 所以一年两千万 去年两千万不够 今年再给两千万 我们讲到 我们做到了 对不对 做到了的 过去 华文改制中学 华中 华文改制中学 国民兴中学 在国政的时代 好像孤儿一样 不顶漏水 老师跌死 都没有钱 现在换了政府 每一年有一千五百万的制度化拨款 也是 人还没有到 钱都已经到了 你们离开不远 这里不远的 华社民办大专学院 中部 世马尔月附近 有新纪元学院 对不对 新纪元学院 南部有南方大学学院 对不对 南部有南方大学学院 中部有新纪元学院 北部有杭江大学学院 国政这在六十年 一分钱都没有给 我们这六个月 每间的华社民办大专学院 一间给两百万 三间六百万 是不是讲到 做到 有料到 对不对 已经做了 那么第二 我有人问 你们讲到承认同考 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承认 各位兄弟姐妹 承认同考 我们讲到 我们会做 我们从1972年 就为承认同考 奋斗到今天 47年来行动 党换卫华教 是风雨不改 义无庞贷 所以我们现在做政府 有做啊 谁说没有做 内阁已经只是 成立承认同考 特别委员会 第一份报告 下个月就要交 然后9月曾给内阁 来这个三号 这些都已经在进行着 当然 你不可能今天住在什么夜 明天住在北京吗 对吗 也要有时间 从我们可以给国阵六十年 为什么不能够给西门五年 如果到五年里面没有承认 那是另一回事 对吗 至少这几个月里面 很多有些就在那边 不耐烦 我们也同意 当然要有时间 一步一步来 还有一些 他说你们要废除 大道收费 对啊 今天大家看到了报纸 这个西门政府 已经踏出第一步 收购 Gamuda的四条大道 为什么收购 Gamuda的四条大道 因为这四条大道 包括LDP 是整个巴生股 交通流量的50% 一半的车 是走这四条大道 我们收购 没有办法说 马上全部废除 为什么 这么多的 这个国阵签下来合约 你马上把大道公司收购 最少要拿一千亿的钱出来 现在国阵留给我们一万亿 他还没有还 怎样去拿一千亿的线钱 来收购大道 任何有理智 有头脑的人都知道 这是没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没有做 有啊 现在我们收购开始 跟Gamuda谈判 一旦谈判成功六个月内 收购大道 路郎几百多活血料 什么呢 这些小贩 晚上十一点到早上五点 南北这个四条大道 完全免费给你跑 对不对 那么当然啊 我们的马华的总秘书 曹买凡 招买凡 他说 哎呦没有 你们哦 给这一个大道免费啊 其实是变相鼓励 人家驾摩托 飞摩托飘车 可是我们的老姨没有读书 他不知道哦 当摩托车 我们的总大道是不用给过路费的 对不对 摩托本来就没有给过路费的吗 难道我们以后免了大道 整条大道就变成赛车场啊 那里有这样的事情 这样你会问了为什么 你们只给半夜呢 各位 这就是我们经过专家顾问的报告 提成给内阁再三研究 经过生思熟虑过后才做出的决定 为什么定时一点到五点 因为当然有些人不爽 包括拿进 拿进说你们只给半夜的人免费车 像他这种早睡早起身体好 不是人间烟火的 那当然不了解 各位我问你 这里有没有斯拉雅的批发巴萨 对不对 斯拉雅批发巴萨的这一些 小贩啊卖菜的生鱼啊鲜肉啊 那些裸鲤 是不是全部在半夜才开车送去巴萨的 对不对 这些人是不是不用做 我们给他们免费大道 难道不应该吗 对不对 这样我问你 那些啊7-11啊 我们的妈妈店啊 开24小时的 他们的厨师是不是半夜才回家的 对吗 所以我们给他们免费大道有错吗 没有错啊 你看你的医院 你老婆肚子大生还久 那些医生on call一个电话 你老婆的氧水不是讲几点破就几点破的 有的人半夜2点才生的 对不对 2点生的时候 那些医生接生了 不是on call了 半夜才回家 这些人 这些人有像拿去讲的吗 拿去讲什么 他说哎哟 你看你们Bagatan只给11点到5点 证明什么 只是给那些喝醉酒的酒鬼 那个晚上在街上拉科做鸡的 那个LGBT搞同性恋的人才有好处 其他人都没有好处 证明什么 证明啊 Jim到今天还不知道 根本不了解中下层人民的辛苦 你不知道吗 对不对 他根本没有做过工 啊 今个书都没有读完毕业出来也要做吗 就做州务大臣做部长做首相 他有真正打破一份工吗 他有了解到人民的辛苦吗 没有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开放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晚上11点到5点 我们让他免费 为什么 我们鼓励所有的罗里 重型车辆 然后 重型车辆 晚上11点才开车 完全免费 第一 你可以降低金山成本 降低运输费 运输费便宜 我们的物价也会下降 人民可以买到好看 买到便宜货 对吧 第二 重型车辆半夜才上车 也不会阻塞交通 减少车祸 保障我们孩子的生命安全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给半夜免费 那么第二你说 哎呀我半夜已经睡了 那么我平常驾车 没带机啊 阿姨平常驾车 也有这扣 如果Jayan给你20% Jasco给你25% 我们给你30% 这扣 平常给的时间 高峰时间 我们收钱 怎么你会说 为什么收钱 大道要不要安全 要嘛 对不对 大道我们确保 那个大道路 道路没有入洞 路牌清晰 灯光照明充足 这些都要钱来维修 我们在这边走 不可能叫沙巴沙老院的人给钱吗 对吧 什么能用 什么能给 这些钱你们给了 政府没有 好像从前这样 26亿放在私人户口 这些钱我们拿了做什么 拿了维修那个道路 提升那个道路 然后提升公共交通 让这些路 这里处这里进 全部清清楚楚 人民赢政府赢 大道公司也有钱收 所以他们以后我们收购过来 人民是最大的赢家 明白吗 对不对 这不是像他们乱乱讲 各位 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下来还有第二步的 第三步 等我们财政部 这个国家的财政情况 初步改善稳定以后 我非常有信心 西蒙政府这个第一步收购了四条大道 第二步 包括南北大道的七条 这个Duke Echores的三条 每一个一步一步来 按部就班 万丈高龙从地起 非常的难 我们不用像拿着这些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今天来世贸约 是因为我感受到 乌一勾结 国家浩劫 如果武统伊斯兰党的两个 一个搞种族 一个搞宗教 种族跟宗教政治结合起来 还给他们赢 我们的新马来西亚 很快的就受宗正亲 那这就可以借尸黄魂 这一个巫统又来东山再起 这个到时候 只讲种族宗教 马来西亚将从此以后 走上一条不归路 所以我们要坚持 世贸约是民主的堡垒 也是改革的火车头 我们对我们自己下一代 都有责任 都有这一个 所以我们要确保 这个星期六 三月二号 我知道大年才过 很多人才出去 但是为了自己下一代 因为世贸约的选举 影响全国的选情 下来还有 甚至是美兰难道的补选 金马轮我们输 那个是打平手 怎么打平手 那个本来就是国阵的群 62年来 西蒙也没有赢过 可是世贸约不一样 世贸约这里呢 非常困窃需要 我们要凝聚每一张选票 我们要传达一个讯息 不要拿金再回来 我们知道羞耻 各位 你看到最近 整个网上很红 我都觉得 马来西亚 尤其是 尤其是有一些年轻人 有病 这是一种病态 为什么说病态 他的口号是什么 Malu apa Bestu Saya rasu Malu apa Saya salmon Malu apa Saya romba Malu apa Saya rogo Malu apa Jika ini menjadi Nilai Hidup Pertoman Hidup Rakyat kita Mampuylah Kita semua Betulah 两千多年来 Lujia学说 自身先是孔子 华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理义廉耻 对不对 孔子说 理义廉耻 乃国之四围 四围不葬 国乃灭亡 什么是四围 四围就是国家的四根柱子 好像椅子四根柱子 你即将坐的椅子有四根柱子 就是理义廉耻 其中一根柱子断掉 它就跌到四脚朝天 对不对 一个国家也一样 如果国家领导人 全部是不知道羞耻 会给人更别的变小 这样的事情都跌掉了 不做的 今天那些灌输给我们 下一代就是什么 26日一番在私人入口 Malu Abba 对不对 他还有脸板着一个 最可恶的是 还在那边为虎作战 狼狈为奸的一般 也有一些华人呢 把那个Apamalu Boss School的衣服穿在身上 换成我就拿回去做擦脚布了 对不对 基本的廉耻都没有 孟子说 人之异于禽兽 己兮也 什么意思 人跟狗 什么不一样 你不要跟我讲 人有两个脚 狗有四个脚啊 人跟狗 什么不一样 人 成为万物之灵 就是因为我们 知道羞耻 人有赤影之心 人懂得羞耻 对不对 狗 他是禽兽 不懂 所以公狗跟母狗 可以在街上做爱 但是男女 不可以在街上做爱 对吧 要做爱 关在房间里面 因为人知道羞耻 对吧 对啊 我读小学三年级 我老师都这样教 男精这么大 他不知道吗 我三年级都明白这个道理 他这么老了 还不懂 真的要明白他的饭是百质的 他没有吃饭他自己奴啊 对不对 我都可以做啊 死乔乔啊 各位我知道会政府 我来街上的时候 刚才我在那边后面 有些人会 现在红城很玩 五座政府来山府 我知道 我都山府啊 我来忙到 慢慢都忙到 港东台湖都失败了 港东走到半夜 已经翻了 你看现在林冠英啊 都驼背了 你知道吗 叫他管家管钱啊 我们街掌一间公司 如果公司赚大钱 很容易做的 我们街掌这个马来西亚大宝号 马来西亚新疆不海 都不拐头打开你 谁咯 没钱的 总赞阿龙压带队 哎呀 赞阿龙多少 现在这个掌柜 请这个管家 谁去管 南冠英 所以你看他现在做到黑这样 要这么好做啊 你来管一下 看一下好不好做 每一天一打开账簿 哇 今天又要还 九千万的利息 明天又要给一亿八千万的利息 万年利比那边伦敦哈 这个今年四月啊 还要给二十六亿 这么容易啊 跟人民拿钱 哇你你超政府来的 混着政府都给你烧嘴 又不可以跟人民拿钱 怎么做 这里省 那里省 学校要照顾 医院要给钱 路要照做 路灯要回修 所以方方面面 巧步难为五米之吹 这些我们都没所谓 吃得杭玉 可以带到 怎样辛苦 我们还会撑下去 但是我真的看不过眼的就是 如果那件这么无耻 我们四毛院的兄弟姐妹 还认为不用紧啦 让人赢啦 教训老马给他赢啦 我跟你讲 大事大调料 全世界的人都会认为 四毛院的兄弟姐妹 是非不分 黑白颠倒 明明知道那件事这样 而且现在更恐怖 结合这个回教党 回教党从前 还不错 还有开明的 现在开明的全部跑道完了 就是今晚你们看到的 Mark Samu Dr.Hataramli 这些是开明中庸的 隆重招干料 招塞了 剩下的一般 全部都是 无法发 全部都是那种宗教极端的 甚至于 现在他们有办法自圆其所 沙拉院报告揭 他们拿了九千万 进了私人户口 官司了 今天晚上我听说 安华要报待我 证明他们官司 其实他们和解 回教党是有赔钱的 赔多少钱 那个由安华来讲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他都有办法说 现在说法是合法的 也符合回教的教导 曾几何时 可兰金有教导你说 真正侮辱 神圣的回教 就是像这种贩卖宗教的政党 我们为了自己下一代 为了维护国家的民主 世贸院选举是一个开始 五零九是一个开始 你没有人说 喂 换了政府咯 现在工作做完了 回家睡觉 没有 那个才是刚刚开始而已 要重建马来西亚 需要大家兄弟姐妹 一起出来 并肩作战 我知道 一干文献鼓还是山湖 一干文献鼓来 人家都会飞无法来 你叫扑街 有道理吗 我没有乱讲话 你自己想想看 今天如果还是 纳吉跟罗斯曼 站在这里 还是以首相的身份 来跟你讲话 你要不要给GST啊 要给啊 我们刚才讲 我们正在履行 我们的承诺 我们大选的时候 承诺大家 我们赢了 废除GST 今天GST 是不是废除了 对吗 没有GST了吗 那么你又会问 但是你们有SST哦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你要了解 GST要收政府一年 收我们432亿 对不对 这个不是我讲的 财政部的数据全部有的 一年要收我们432亿 现在我们改成SST 政府一年才收220亿 换一句话说 我们人民是不是一年 就省了200多亿 对不对 少抽了 少抽了200多亿 是不是大家都省下来 所以这些钱 所以这些钱 第二 国政的时代 签我们的GST 那个退税 消费税退款 194亿 从2015年签到今天 还有所得税的退款 160亿 签到今天 两单加起来 差不多360亿 对吗 我们怎样辛苦 但是林冠英知道 我们换政府是为做人民的事 讲人民的话 苦民所苦 乐民所乐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不对 政府不应该欠人民钱 所以今天晚上给你们知道 下半年行情会好 为什么 财政部已经找到钱 全部这里省那里省 先还人民的钱 欠人民的 10个月里面 360亿 10个月 全部还完给大家 我正欠的 我们来还 我正欠你5年 我们一年里面还完 这360亿 回到市场 包括我的一个朋友 他说他的工厂 已经拿到240万 你看一间工厂 我正欠他的消费税 退款 几百归款 200多万 就是说这300多亿拿回来 各位 不要把钱放在枕头底下 记得拿出来投资 继续投资 一起打造更好的经济 推动市场经济 因为钱是会流的 钱会转的 从小贩中心 转去卡拉OK 卡拉OK又转去 把这个百货市场 又转去 PV先鱼巴刹 所以这个钱会有 multipline effect 钱越转越快 经济发展就越来越好 所以你们收到钱 要拿出来投资 买店买物 买什么都好 这个钱不能放在枕头底下 或者放在 只是放在银行吃利息 国家经济 不能够成长 这个是这个 所以 我们讲要退款 做了 要废除GST 讲到 做到 要还钱给大家 讲到 做到 制度或不还给华小 我们做到了 制度或不还给独中 我们做到了 制度或不还给华中 我们做到了 要废除大到收费 我们开始做了 要承认投稿 我们开始做了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做 你跟我讲 我们马上到 因为这个是你们的政府 你们都是我们的股东 马来西亚人民就是新政府的股东 如果公司赚大钱 我们派国家花红 如果公司没有钱 大家一起帮忙还税 还债 所以各位 当然西门不是一个完美的政府 刚刚上路 但是 就好像 中国国部孙中山有一句名言 孙中山历尽千辛万苦 十二次革命 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 才推翻2400年封建的皇帝王朝 使到新中国诞生 新中国到今天 刚好今年是70周年 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 未经民主之阵痛 何来民主之幸福 同样 马来西亚刚刚改朝换代 没有经过民主之阵痛 哪里有民主的幸福 我们要生孩子了 也要有怀孕九个月 安弟知道生孩子是多么多么辛苦 我陪我老婆去厂房 看到她的脸还没有下摆 我都吓到脸轻轻的 所以 就好像我们怀孕 要把孩子生下来也要经历 要建立那种生产的痛苦 才有这个宝贵的生命 民主也是一样 我们经过60年 不屈不牢 绝不放弃的精神 好不容易509 天佑大马 改朝换代成功 经过九个月 难道我们就这样放弃了吗 我们要跟新政府一起努力 做不好我们鞭策新政府 监督新政府 然后给意见 一起重建马来西亚 一起让过去 壮名昭彰 盗贼统治的马来西亚 变成全世界人人敬仰的亚洲之虎 马来西亚固扬的金岛 各位 有什么样的国家 就有什么样的人 那么讲回世贸院补选 这一次补选 马来票非常竞争 非常激烈 我们不却需要 华人票和印度同胞的选票 一票都不能少 因为这一次选举输赢 之前上个礼拜 我们得到情报说 还有稍微领先 现在是到了五五波 关键时期 如果大家不出来投票 你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孩子不回来 我们很可能就以微差落败 一旦落败 乌统胡义教党 一个种族政治 一个宗教政治 他们看到击败和血料 我们两个合起来打烂他们 他们会越来越嚣张 所以你看国阵总秘书那是 现在是选举啊 他都敢敢可以跟你讲啊 你不要惹我啊 惹我关掉你的华小 你还去投他一票 还有这样的人 选举他都可以跟你这样讲 你来惹我我就 关掉你的华小 我们这边拼命帮忙 各原流学校 无论华小 国小 淡小 宗教学校 全部 公平对待 因为我们知道 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原住民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不管你是什么种族 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我们的国家 马来西亚我们的乡土 马来西亚我们的故乡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 要用我们的民主手中一票 捍卫我们的国家 支持西蒙继续 并肩作战 各位 不容易 要赢很难 要输很容易 面对种种的挑战 种族政治 宗教极端政治 亏之不善 我们马来西亚的民主要抬头 要有人民坚持下去的决心 耐心 和毅力 林吉祥可以支持五十多年 我们难道不能够支持五年吗 我们是现在政党轮迹 我很坦白的告诉大家 就好像雪兰儿一样 到头一个五年 我们是故本培圆 第二个五年 你才可以看到真正的变化 因为很简单 现在我们刚刚接手 要带队塑造时 你继续有没有时间 有时间 有时间的吗 不是说我改丹台狗 怎么继续 搞定了 不行的吗 有其他的地方 雪兰儿 你们有眼睛看的 也是经过十年 慢慢的改变 所以今天雪州 是全马来西亚福利最好的州属 生育孩子千五块 去世爸爸去世两千五百块 还有医药卡五百块 还有免费巴士 对吗 现在我们新政府上台 你们其实巴生股的人民 现在真正得到好处 很多都是巴生股 你们现在只要一个月给一百块 巴士 LRT MRT 任你做一天做二十四小时 一个月也只送你一百块钱 一天三块钱 对不对 这样的好康 其他地方哪里有 然后下来这里还有免费大盗 走过路费再不用给钱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新政府带给人民一步一步的 今天晚上又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新门政府今天内阁开会正式通过 所有的今天开始 这个星期开始 马来西亚的这个ROM95油价 最多可以卖两块零八分 不能超过两块零八分 只要超过两块三两块四 其他的政府津贴西门政府 好路贪 对不对 我们承诺要稳定油价 我们做到了 509到今天 我们拿良心来问自己 我们是不是打油 没有打超过两块二 对吗 最贵是两块二 现在我们在降十二分 最贵两块零八分 如果国际油价跌 我们就给大家打一块九十分 一块九十三分 两块钱 最高两块零八 我在这个时代 阿基哥不是给你打两块七 那时候你又没有骂他 对吗 那时候我两块七我还打过 九十到九十五 现在没有了最多两块零八分 所以你也不用好像过去这样 每个星期三最紧张的就是看电视 收消息 哇油有没有起价 一起价 哇油站好像万人停车场这样 现在不用了 最多二零八 就算国际油价起 有西门政府做后台 不够的我们贴 不够的我们今天 让人民有好日子过 对不对 做生意的也好 你可以算你的金山成本 总之一 liter 二零八就是定在那边 便宜的你赚到 亏本的我们顶 这样的政府 你说你要不要 你应该不应该支持 对吗 这就是苦民所苦 乐民所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个是宋朝宰相 范冲淹的名言 西门政府当然做的不够的地方 我们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 指点我们 多多指教 多多包含 然后一起努力 打造新的马来西亚 不要让阿吉卡 借尸黄魂 欸 班六如果国阵营了 你们的噩梦就开始了 为什么 肥婆回来了 不是我讲的啊 宣言就是一条罢了 是毛月国阵营 鸟 罗斯马要来了 你看到罗斯马 你的生活会改善吗 你看到罗斯马 那个油会跌价吗 你看到罗斯马 你的国家 你的孩子的生活 会更好吗 不会 你反而要担心 你老婆的戒指去了哪里 你丈母娘的金链跑那里去 所以他们呢 你看到可以急 拿去不止 所以我说啊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就是有这样的人 我是在看不过眼 所以才伸长水眼 今天晚上 跟大家分析一下 最新的这个国家动态 那么最近 这几天啊 追着的课题呢 就是 西蒙政府开始 落实大选宣言 收购大道 要落实 废除收费站的这个承诺 当然 首相宣布以后啊 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我在这边啊 包括前首相 纳吉说 他说 哎呦你们这样子 收购大道 只给人家晚上 11点到5点免费 只有那些最喝醉酒的 晚上坐鸡的 然后这些讨厌生活的 才有得到好处 这不是我讲的 是纳吉讲的 这个马华的总秘书呢 周美芬就说 你们只给半夜可以免费车 就是鼓励啊 大家去飙车 去赛车 这些是 专门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大道合同签下去的 是过去的前朝政府 如果我们要收购这个 整个大道 这么多条大道 最少要1000亿 现在我们国债1万亿 去那里拿1000亿 现前来收购 所以要踏出第一步 就要想一些 不是两全其美 还要三全其美的办法 为什么政府会有这样的公布呢 第一 我们宣布 让人民 再从金融波开始 四条大道 这四条大道 已经占了巴胜股 48%的交通流量 一半的交通流量 第一 9点 晚上11点到5点 完全免费 大家不要忘记 不是喝醉酒的人晚上才回家 Najib是不知民间忌苦 Najib是打刀骂路的人 所以他不了解 其实这个社会上 有许许多多的行业 都是晚上为人民服务的 第一 7-11 这些24小时的大店 如果没有他们半夜卖东西 你半夜肚子饿 你去哪里找 买东西 第二 妈妈店的厨师 他们都是晚上开工的 第三 医院的医生 护士 这些都是晚上on call的 对不对 包括救火员 包括这一个 许多做路的 做灯的 工程部的 承报商 很多都是晚上才修路 然后过后才回来 所以我们让他们 这一些劳动阶层 免费使用大道 这是第一 第二 11点到5点完全免费 我们鼓励 重型车辆 罗里 大型罗里 早上不要开 晚上11点过后开 第一 不会造成交通阻塞 第二 由于没有收过路费 所以呢 这一个运输费 也可以降低 减低经商成本 降低生活的开销 这个叫一举两得 对不对 第三 我们就 当然 你说哎呀大道不收费 这样如果道有 那个道路 大道有路动 谁来补啊 路排坏了 谁来修啊 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 经过专家的分析 就在这个高峰时间 高峰时间收路费 这路费收了不是给政府的 这收费是拿来服务道路使用者 服务人民的 这笔钱收了就是来维修大道 我确保大道的道路 的安全数字不受妥协 人民可以安全上路 平安回家 让整个大道自公自主 如果还有剩的钱 将会用来发展 马来西亚的公共交通 包括免费巴士 我们在雪州 有一百多辆的免费巴士 每一天都创行 这些政策 我们必须向人民解释 让人民了解 那么其他不走高峰大道 晚上也不出门的 有没有得到好处 有 你上路自然而然得到 百分之三十的折扣 就有三十八千的discount 当然 这个是第一步而已 先涉及四条大道 然后美大道公司 还有七条大道 要等着我们去收购 所以 这证明了 西蒙政府 即使面对一万亿的国战 面对了许许多多的挑战和困难 但是我们相信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我们只是要人民给我们时间 跟我们一起 知难而进 不是知难而退 一起落势宣言 造福百姓 不分种族 全民受贿 好不好 好 这是我们向大家解释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 当然你说一下子收购 每个人有理性的人都知道 以目前政府的财政状况 捉尽见走 不可能有钱去收 完全收购所有的大道 所以 这个是第一阶段 下来 还有第二步 第三步 在这个时间里面 最后 我们会把全国 都变成废除收费站 能够让人民享有免费的道路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我要跟大家谈的 最近 报纸上也很热 都说 你们几时要承认 独钟同考文凭 我今晚也要在这边 向大家解释 政府正在着手处理 请大家稍安无畅 华社已经等了六十年 又不是等六个月 独钟在全世界 已经获得六百多间 大专的承认 今天 政府承认同考 它的这个意义 最主要是尊重华文教育 而你说 会不会承认 我有信心 西门政府 会承认 所以呢 内阁已经通过 成立了这个 承认同考特别委员会 它的初步报告 下个月就做好了 预计今年七月 会提成给内阁 商讨 一旦通过 政府就會 还 华教公道 正式承认 独钟 同考 文凭 华联独钟的学生 可以用同考 进入马来西亚的国立大学 也可以用同考 成为西门政府的公务员 这个是我们的成功 目前都在做 所以呢 有时候呢 也不能全部都听 网上的一些酸民 是也骂 不是也骂 那么第三 我也要提出 最近很热门的课题 就是废除死刑的课题 废除死刑 有两个不同的意见 我们当政府宣布要废除死刑 我们去高比点 很多人不同意 马来西亚 对不对 可是 联合国人权委会 高度张扬马来西亚 律师公会 高度张扬 国际特色组织 是Amnesty International 哇 马来西亚进不了 现在的人权 有世界的水准 看到吗 去高比点 人民就骂 可是国际组织 就拼命称赞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到底谁更有道理 大家就评评理 但是 我们会听 人民的意见 所以呢 现在目前 内阁也在重新商讨 所以到目前 我身为国会的副议长 国会没有见到说 内阁要提成 废除死刑的这个动议 没有 就是证明 政府还在谈 因为 政府 有尊重民意 有聆听人民的心声 这边要强调 到时候如果政府 说好 我们尊重民意 不废除死刑 等下又有双民说了 你看 新政府又忧登 又忧转 忧登也被骂 不忧登也被骂 到底你要我 还是不要 换成你做政府 你怎么做 对吧 我们悠转 你说 不悠转 你们不听人民的 这样也骂 那样也骂 我觉得这样就有欠公平 不过我相信 我们太平的选民都是 很有智慧和理性 好 我们懂得分析 分辨 对错 是非 可以保 这个我们接手的 我必须向大家强调 我们接手的 不是金山银山 以霹雳州政府 就好 我只是要举三个例子 今晚向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接手霹雳州政府 不是说州政府有很多钱 可以乱出派啊 我们是欠很多钱 不是有很多钱 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 九栋的这个 以保九栋的这个 闷画动画公园 还没有开幕 前朝政府 已经帮我们亏了 五亿大圆 不是五百万 不是五千万 是五亿啊 第二 我们州政府有一间公司 叫做 州务大城机构 Mentri Bersar Incorporated MBI 我们做反对党的时候 就一整天追他 为什么这间公司 又拿沙 又拿市 又拿矿 又拿地 什么都拿 可是呢 都给他做销 做销 做宿 做账 做账 做不出来的 五年没销 算不到的 为什么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要做了政府 走到政府 我们要进去 拐头要打开你 嚇死你 嚇死你 你知道吗 这间公司 原本我们以为 他可以赚很多钱分给大家吗 你们都好像槟城这样 有钱分 哪里知道 不但没钱分 他还有本事帮我们 五年营业 恭喜发财 一年帮我们亏一千万 五年帮我们亏五千万 这些 这些 现在 要我们去还 第三 匹立州政府 有一间挂牌公司 上市的 名字叫做 PCB 巴拉 库 这间公司 整间公司的市值 它的 market cap 只有八千八百万 market capitalization 只有 88 million 但是 国政前朝政府 有本事 帮我们亏 2亿 4千 三百万 他整间公司 才值得八千万 他有办法 一年帮我们亏 2亿 4千多万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三个个案 说明了事件的严重性 所以 我们希望人民 能够耐心的跟我们一起 清楚把 整个人 各个收招式 全部 整个人 把他 这一个五年 弄好来 下一个五年 长次高费 这是 我们向人民所请求的 我们需要 更多的人 跟我们站在一起 共同推动改革 我今天下午才碰到一个老板 他说 哎呦 稳住政府 我得猴三福啊 有个老板这样讲 我听到 哎呦 死了 他还有一句还没有讲 猴才稳住政府 你跟某种政府 我得扑该了 对 我知道 现在换政府 许多人民会生活上 比较辛苦 当然 没有经过短期的阵痛 哪里有民主的幸福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尤其是改朝换拜过后 过去的这一个烂摊子 一件一件浮上来 所以 我们需要 所有的人民 跟新政府一起共辅时间 我们设许下的承诺 我们会做 包括霹雳州 我要向大家解释 我们承诺要给华人新村 永久地契 我们会给 但是为什么现在不能给 因为我们做政府 以后我们去调查 霹雳州有147个华人新村 是全马来西亚最多新村的州 里面有4万7千多间屋子 你知道吗 国家度历60年了 62年 我们华人新村里面的屋子 不要说99年的感染 还有很多是前朝政府给TOL Temporary Occupy License 住了60多年 还有DOL 那么你现在DOL 都不是那样 怎么可能DOL 一下子转成永久那样呢 对不对 所以还有一些30年的 60年的 所以我们怎么做 经过开会我们决定 先统议整个霹雳州的新村地区 过去DOL的 我们给它99年 30年的99年 60年的也给99年 一率全部 4万7千多间 都可以变成99年 那么99年 一定要给D价吗 Premium 对不对 前朝政府怎么做呢 好像我老家 我们有见到投诉 他父亲死了 他的新村的屋子 一间要交D价 50千 50千 他的家 怎样有办法给 所以我们体谅人民的辛苦 新政府上台 我们已经决定 所有新村的地价 只要你从30年 转成99年 一率 Jiant just go 给50% discount Tesco 给60 Jiant给70 西门政府 给90% discount 原本要给50千 现在只给5000 如果你的地没有那么值钱 原本只需要给2万的 现在只需要给2000块 你就可以拿到一张99年的感染 所以当我们华弈过后 下一步 下一步 我们就要来落实这个永久地基的政策 所以大家 能不能够 给我们多点时间 大家一起 爱拼 加油 可以吗 所以各位 有时候我本来不想解释 但是有 有时候我本来不想解释 但是有